好 开始我们的不确定内容 第三课 我给这个教程起了一个名字 咱们不叫不确定内容 咱们叫加强片 加强片 这一课我们讲一下这个豪迪 豪迪QQ群发器 本来我刚才已经录制了一次了 但是由于讲的那个汇编内容 有稍多一点 可能大家有一点晕看着 所以重新录一下 关于汇编汇编的内容呢 咱们在后边也会讲的 但是暂时先不接受这么多吧 怕你们听了以后太晕 好 所以重新录一下 好 我们重新录嘛 我们就重新下 豪迪 豪迪Q群发器 我们去官方网站下一个最新版的 最新版 好 然后下载这个绿色解压版本 什么是绿色解压版本 就是一个压缩包 那不是安装版 好 好 就是这个我们解压缩 出现点小问题 好 没事了 好了 好了 我们打开看看 这是一个帮助 好 我们看到啊 这个 这个这个块呢 下边会显示购买后 去掉后缀 啊 68元永久升级 然后我们点击注册 这写着被注册版本 对吧 我们输入加码 输入一大堆一 然后点确认 看到了吗 我第一期有讲过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 嗓子哑了 第一期有讲过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也就是我们点击这个注册 或者确定以后 看那个按钮的反应 你看啊 点击确认 看这个反应了吗 大概有一秒吧 是吧 它可能是一个 那可能就是一个网络验证啊 好 我们先不管这个 我们先看它提示 注册码错误 好 我们就就用这个提示 我们查找一下关键字 右键 先查一下壳 带货费6.0到7.0 有附加数据 但是没有壳 没关系 我们直接再入 好 既然没有壳 我们直接就搜索 我们利用智能搜索 智能搜索看看 能搜到什么 好 我们搜索 刚才提示什么 刚才提示 注册码错误 是吧 我们就搜索注册 为什么搜索注册 我在第一期 也跟你们说过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 刚才那关键字 全部都打全了 一个是容易出现错误字 你比如说那个逗号 或者碳号之类的 如果你 什么中文的逗号 或者跟英文的逗号 你弄混了 那可能就搜索不到了 对吧 再有一个就是 关于搜索到的东西的问题 你可以搜索注册 你能搜索注册码 你能搜索到注册不成功 你能搜索到注册成功 已注册未注册 你都能搜索到 所以我们就输入部分内容 注册 点击确定以后 看到注册码错误 不用管它下一个 这不是我们要的 使用这个注册码不要被它迷惑啊 我们继续 注册码只能孤零尼台机电脑使用 不用管它下一个 油箱没有用 注册码一作废没有用 一作废没有用 继续下一个没有用 注册码给客服没有用 好这就有用了 注册版本啊 这就是注册版本 已注册版本 这说明了什么 这就说明了 这是一个成功的信号 对吗 好我们看到这一个跳转 我们在这下段 这是一个我们正常人的逻辑 对吗 这也是一个新手的逻辑 既然有跳转跳过去了 那我们就要再跳转之后 跳转之后下段 所以我们F9运行程序 不用管它 不用管它 然后我们想都不用想 它肯定是一个跳转成功了 对吧 跳过了这个已注册版本 肯定是 好我们来 一点击 它就会验证一次 看跳转实现的 对吗 跳转实现的 而且大家同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右下角的对战成功 喝喝水 对战成功 它已经读取了我们刚才输入的甲码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重启验证 对吧 否则的话 它不会保存我们刚才输入的甲码的 为什么要保存 因为它重启的时候 要验证一下我们那个 注册码是否是正确的 所以它保存下来了 否则它要不验证的话 它也没有必要浪费这个步骤 对吧 好 那我们果断弄不了它 好 点击 F9 然后显示 已注册版本 那就说明我们已经注册了吗 那这时候肯定是很多人都认为是 那就已经是注册了 那其实你们就错了 你们可以把这个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 试一下 其实是不行的 我就不保存了 节省大家时间 我就不保存了 其实是不行的 是一个 你要这样做的话 是一个自卫版 什么叫自卫版 我也不用多解释了 你们肯定懂 就是一个假注册嘛 实际上并非没有 并不是注册成功了 是一个假注册 其实是要注册成功的 底下这个购买后取掉后缀 这个也会变成什么 已注册 或者反正就是注册成功的那些标志 那些字符串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条件调转 对吧 GE 那影响GE的是谁呢 是零标志位 Z Z标志位 Z标志位 是谁影响的呢 是这个CMP CMP是干嘛的 是用前边这个 前面的减去后边的 如果等于零 这个标志位变成1了 不对 Z标志位 应该是变成1啊 应该是变成1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然后我们 变成1了 这个时候 跳转就成立了 对吗 如果我们 先F9进行 我们再点击 确定 没有下断吗 我们再点击 错了 应该是重新点击这个 点击注册 它断下来了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改成1了 把它改成1了 那我们再F8一次 它就变成0了 对吗 就变成0了 这个时候 跳转就是不成立的 所以说G1 它这个跳转 是根据 Z标志位来决定 它是跳还是不跳的 是用Z标志位来决定 Z标志位是谁 是谁来决定的 是这个CMP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重点 是要放在CMP这个位置 CMP重点放在谁那呢 放在这 放在这个 这是一个长量 什么是长量呢 就是它的值是不会变的 所以是长量 大家在学习 C语言或者E语言的时候 我相信已经 已经也学习到了 对吧 长量 长量和一个0和1对比 好 那我们那要搜索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注册项目 注册项显示这个注册成功了 对吧 它是跟一个长量对比的 显示注册成功了 那重启验证的时候 应该也是它 对吧 进行对比 所以我们就要搜索一下这个长量 右键 查找 所有长量 右键查找所有长量 我们这输入 粘贴出来 点击确定 我们能看到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 这么多处的地方 都在利用这个长量 每个长量就是这个 0057 22F00 我们在在这右键 在每个命令上设置锻炼 全部下断 只要它调用的全部下断 这个时候我们要需要说明一下 我们需要删除一些东西 这个时候有点面积太大了 有可能会造成误伤 好 那我们先回到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NB这已经下好断了 对吧 我们回到这个反语别状况 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修改的只是CMP比较命令 对吧 比较命令 后边让它跟0对比改成1对比 就能影响这个条转 我刚才也举例子了 对吧 不明微的 你们导回去再看看 所以我们终点 终点就是找这个比较命令 有长量的比较命令 所以我们再看短片 再看 这是一个move 是移动 复值 就是那个 把0复值给长量 这个我们不要管 对吧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主要是 来修改这个比较命令 对吧 我们复值的命令不要管 所以我们删除掉它 这也就是上一次 刚才我录的那个15分钟 讲那个move和讲这个CMP 可能讲的有点多 然后大家这个 听起来我怕有点晕 学过汇编的人不晕 没学过汇编的人不怕晕 所以我就重新再录一次 现在只剩下了三个比较命令 我们不要管那个复值命令 好 那我们就重新再入 重新再入我们运行的时候 看看是不是 就是有地方在和这个长量做比较 F9运行 它果断断下来了 对吧 看着到这 看到这 这是一个比较 和0 对吧 我们双击点 双击点 把0改成1 好 然后我们F8 它是没跳的 那肯定 肯定刚才如果要是0的话 那肯定它这个跳转是跳了的 对吧 那肯定就是跳了 所以我们0改1相反了 那它结果跳转 那结果也相反 为什么它结果相反 因为这个 Z标之位变了 对吧 刚才Z标之位 那现在是0的话 现在是1的话 那Z标之位 如果我们在没修改这之前 那肯定Z标之位是0的 对吧 好 那我们就F9运行证据 看还有没有地方调用 又有地方调用 这应该是一个 又是一个真价码对比 我们继续把0改成1 好 我们继续啊 改成0 改成1以后 我们继续F9运行证据 好 这个时候 好 又卡在这 又卡在这 我们再继续F9一次 再F9一次 好了 运行结案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已经不是显示什么QQ尾巴了 什么68元永久会员吧 不是那个了 已经变成疫情注册了 那我们点击那个注册 好 那又停在这了 对吧 这就不用我说了吧 这就是刚才我们举例子那个地方了 对吧 什么G1是通过Z标之位来影响 G1跳还是不跳的 Z标之位是通过CMP来影响的 是0还是1的 对吧 就是我们刚才取的那个例子 那不用多说 我们继续摆这 改成1 好 我们F9影响领域 OK 现在就是属于完美爆破了 完美爆破 已经注册 这写是一注册版本 然后重启验证也过了 重启验证 重启的时候显示一注册 然后我们打开注册项 也显示一注册 这个时候 你再使用这个 就是一个完美的正版软件 好 好 其实这一刻讲的就是一个 利用 查找常量 所有常量 利用所有常量 就类似于咱们 是第一期的第五课吧 好像是第五课 讲的那个关键括的反位值 就类似于那个东西 很像 好 那这一刻讲到这 大家再见